第16题 它说把图四中的五边形指片 ABCDE 但是题目没有说这是一个正五边形 它就是一个一般的五边形 请不要搞错了 它说把这个A点以B1为折线 往下折 那A点刚好落在CD上面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原来的A点 后来折到CD上面 也是原来的A点 那题目上有讲 讲说图四里面的角A是124度 也就是说这里呢124 那这里呢当然也是124度 因为它是对折过来的 那对折的呢 它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呢 对折过来 这两个角度会是一样的 那这边呢 两个角度也是会一样的 好 常常会用到这一个性质 那再来呢 它怎么做呢 它分别以图五中的AB跟AE为折线 将CD两点往上折 往上折也就是说呢 这两个呢 度数是一样的 我假设它是X度 那这边呢又往上折 D租点也往上折 所以呢这两个角度是一样的 那题目最后要求的是 图六里面的角CAD的度数是多少 我假设角CAD的度数是A度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图五跟图六来做一个比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角CAB就是我图六假设的X 角DAE就是我图六里面假设的Y 所以呢从图五我就可以知道 X加124再加Y刚好形成一条直线180度 从这个地方我就可以知道 X加Y呢就是等于56度 180-124等于56 好我们再来看 这里呢从这个地方图六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X加A加Y 这个就是原来的角A的地方 也就是X加Y X加A再加Y 会等于角A124度 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 X加Y是56 也就是56加上这个A 会等于124 那题目要我们求的这个A 角CAD呢就是124 减掉56 好算出来就是等于 68度 答案选D 这个选项 词之后 词